今天又來到了桃園 我們先看到有沒有 前面有一台很兇的車 Golf GTI 真的超帥的 Golf GTI 車頭整個很霸氣 然後輪框 19吋的雙攝 超好看 這邊還有做防掛材質 真的 還有一坨鳥大便 我看一下它的行李箱空間怎麼樣 雖然是小車 但是其實也蠻方正的 應該蠻夠用 六四分離傾倒 不錯 關一下 那我看一下後座空間 這用料怎麼樣 硬 軟質皮革 幾皮的 還有這種風巢式的感覺 超有質感的 真的 看一下 前方我已經調整到我的座姿了 大概只剩一個出頭 大概一個半拳頭 後方冷氣出風口 頭部空間還有一個拳頭 頭部空間還可以 但是腳部空間大概只剩一個拳頭 寬度表現 中型房車再偏小一點點 我們看一下前方的配置 坐看看 走走走 支援 Keyless 直接開了 這邊變成軟的 剛剛那邊是硬的 全部是蜂巢的這種 風格 然後這邊是皮革 全部是皮革包覆 沒有電動椅 全部是手動調整 但是它這一張座椅好帥 包覆性感覺很好 不錯不錯 我們直接坐進來 這個整個風格是這樣 調整一下 這個都軟的 雙驅的橫空調 它的整個風格 就跟一般Golf很像 但是很多這種 車縫線啊 然後擠皮的 電子手上車 AutoHaul 自動停車都有 Bush Start在這裡 電子儀錶板 電動頭燈 好看耶 而且它也有一個這個 不錯 天篷也是 也是黑色天篷啊 超讚的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再出發囉 過年快到了 大家都想要來一次 超級輕巧的吸塵器 吸力超強 任何角落都不放過 還可以吸地毯喔 沙發也可以 超級方便 而且最後彎塔群 髒屋直接丟掉 影片最後有詳細介紹產品喔 準備出發了 Let's go 今天呢 明天就過年了是不是 明天就除夕了 那我們今天等於說 休假的第一天呢 我們很開心 來到了這個經國重劃區 但是今天不是Bruce 每次來這裡都Bruce幫我們借車了 今天是一個特別從竹北來的一個女車主耶 好熱血喔 而且還開這麼熱血的車 來跟我們分享她的這台 Golf GTI 其實這一個車主呢 之前有來分享她的Golf的Plus 那一台開了50幾萬公里的車主 在右上方有那個連結 大家有興趣可以再回去複習一下 她這一台呢 已經買了大概幾個月吧 等一下好好地問她 已經又開了兩萬多公里了 你是在做什麼啦 每天開車以開車為熱你知道 太喜歡開車了 所以開了里程數有點多了 所以想來分享一下這個車子的整個感受 那我們就是剛剛在這附近試了一下 這車子一上車 我就覺得有那種回到以前 我從回我以前開車那種樂趣的感覺 我最近換的那個Vobo XC60 我真的覺得這真的不是我的車 那車子真的比較高啦 然後在開的過程中比較晃 那這個車子一上手一開出去 先不要講它的馬力動力有多大 就開起來那個過彎的感覺 忽然覺得說這才是我的車 我曾經開過Parser 福斯的Parser Volkswagen 有一段時間 我覺得Parser Volkswagen 這個車子的剛性 還有它的過彎的設計 真的是沒話講 沒有什麼 你開了這個車子習慣以後 大概沒有什麼殘念會想要換其他的 換回去日系車 但是我的車不是也是歐系車嗎 怎麼會這麼 不說了 我們先來講一下這車子 這車子就是福斯目前應該 除了Golf R 它應該是最熱血的車了吧 Golf GTI 那它的動力非常大 非常大 就不要再講 自己上網查 每一年都不一樣 據說八代要進來 空間的部分 大家自己斟酌一下 因為坐後座 我覺得還是有一點點 像我這種身材還是有一點局促 如果說你有小孩的話 要放安全座椅 可能後面只能坐一個人 一個小孩了 一個人 就是一張安全座椅加一個人 行李箱空間 我覺得以這樣子車格的車子 我就非常 做的還算不錯 非常好 因為它後面比較方正一點 那大家最在意的 當然就是這個DSG 自首排變速箱 其實我問了這麼多DSG 可能某一些年份的DSG車主 就是它的變速箱 確實是有那麼一點問題 可是至少在我 還有這個旁邊這位車主 跟他的兩台車 就是整個下來 沒有任何的問題 而且好順喔 這如絲綢般一樣的滑順 跟我POWERSHIP差好多 不過我們開這麼一小段路 無法凸顯這台車的特質 我們實際請車主來分享 真的是好久不見了 我們的小林 上次你來分享你的GOLF PLUS以後 我對那台車就念念不忘 你最後有報廢掉嗎 沒有耶 50幾萬公里 那你就是給家人開是不是 給家人開 那他如果再給你開個50萬公里 你聽一下可以來做個紀錄 如果再下一個50 我再來 對啊太猛了 結果開了50萬公里 車子以後 他又來又買了一台 這個GTI 上次有稍微的 就是做一個靜態的介紹了 我沒有開不敢 那時候才剛交車幾天而已 對剛交車兩天 對那個 連這個上面的這個 這個皮革 完全沒有任何的漢字 我們都不敢摸了 現在已經可以 這台車呢 不錯不錯 這開起來呢 就非常符合我的熱血 可是你是女生 你怎麼會想要這麼熱血的車 那時候其實開了福祉車之後 其實我覺得很難 你就回不去了 我很難找到下一台車 為什麼 什麼地方讓你這麼難忘 因為他的穩 上高速公路上的穩 開起來的紮實感 紮實感 你還有去試什麼車 我去試過B&W B&W B&W應該也是啊 不過我試到小車來 118那也是小車 這也是小車不是嗎 對 可是兩個好像差 調性 調性不一樣 因為118現在好像都 也都改前驅的 對 那前驅就跟你這也是前驅 那沒有什麼太大的落差 以前可能在後驅的時候 他還在過彎的時候 那個轉向過度 會讓你覺得操控非常好 那前驅大家都五五波了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更過人之處了 所以後來就是 也習慣浮屍的整個調性 再加上你對浮屍的這個保養體系 或者是持有的成本 你非常的熟悉 對 還蠻熟悉的 就選擇了這台Golf 是選浮屍的車 神心啊 那你 我比較想要 我們比較想要了解 就是你之前那一台Golf 到後面來啊 就是真的有如傳聞中 講的這個車子 蘿莉巴蘇的事情一堆 倒不至於 不過有些因為使用年限久 跟里程數高 有些耗材本來就是要 去做更換 像我上禮拜也去換了一雙鞋 我的鞋子 這個也穿了一年了 總是要換了對不對 鞋子換了你難道會說 哎呦 這個人實在是 對不對 怎麼這個人這麼多毛病 鞋子本來就要換 換個輪胎 所以你覺得耗材的更換而已 其他的蘿莉巴蘇的視頻比較少 我覺得還好 我不會 你有沒有買過日系車 有啊 我第一台車就Texel 好 那你覺得 講一盡 就憑良心講 如果D18說的事情 可能沒有 但是零件是比較貴 對 零件確實比較貴 所以其實我覺得 後來就是歸納出一些 車主的一個分享 來分享完以後發現 其實歐洲車它不是毛病多 可能不見得是毛病多 也許有些車子是毛病真的挺多 但是大部分的車子 可能不是毛病多 而是就是換那些零件比較貴 所以大家覺得說 好像換一次歐系車的某個零件 等於換日系車的零件的兩倍或三倍 你會覺得好像壞了兩三次 實際上是這樣壞一次 貴兩三倍 你當然覺得說 我換這個一次可以換那個三次 你就會覺得這怎麼常常在花錢 實際上可能是這樣子的一個邏輯 用料的管色跟設計上 有點落差 有一點不太一樣 因為它避震器阻尼的設定 還有它的彈簧 彈簧做得越短 它的避震器必須承載的壓力就越大 當然就越容易掛點 它壽命就越短 這個必須是看你個人的需求 假如像我們這種普通的開法的人 在避震器上面設定 通常都會選擇比較舒適 舒適它就比較軟 比較軟它就可以撐得比較久 它比較硬它就阻尼就比較強 那它就比較容易漏油 壽命就比較短 這個就看你自己個人的使用的情境 去挑選車子 沒有什麼車子是好或不好 它就是一個適不適合而已 小林剛剛分享這個車子 她買了這兩台福斯的車子的一個過程 還有她的養車的一個心得的分享 這個車子都已經開來了 我們還是分享一下 你現在開了多少里程 快2萬5 我們上一次你是2020年6月左右交車 對不對 那所以大概是7個月 開了2萬5 你是怎麼這麼熱血 剛剛只是昨天晚上說 要不要來分享 它就真的從這個新竹 你住新竹嗎 竹北 我們就在這裡桃園見面了 你看難怪你里程這麼多 馬上就配上來 馬上就配上來 你看這就是熱血 這樣才叫做年輕 你知道嗎 要常常保持這種年輕的狀態 你覺得這車子開了2萬5左右 然後開了7個月 有沒有什麼優缺點可以分享 有沒有什麼優點 優點 當然這台車的動力跟加速性 真的是隨傳隨到 再加上這個DSG 它的這個虛位的感覺比較少 有些車子已經踩下去 雖然馬力也很大 但踩下去很大聲 但是車子不跑 這個是直接踩下去 它貼的感覺很強烈 動力還不錯 動力很好 跟你上一台柴油比起來 因為柴油是低轉速 只是扭力大 但是馬力當然 它不是以馬力取勝 不是馬力取勝 所以它可能沒辦法 像這台這樣追傳隨到 不過它比較溫就對了 對它比較溫一點 雖然說扭力也很大 但是就是那個 這個訴求不太一樣 對我覺得不一樣 OK 那你是比較喜歡這種強的 還是溫的 很難抉擇 其實它基本的底盤調性 我覺得沒有差 就是很福斯 福斯的優點還有另外一個 你剛講底盤的調性 這一台的調性 福斯的車子 你一開 你就知道它是福斯 不會說這什麼車 不用講說開 做了你就知道 奧迪也是 Skoda也是 所以如果是對福斯的車子 情有獨重的人 它大概很難回去了 對不對 對 那底盤不錯以外 還有嗎 對 就是可能內裝 你覺得怎麼樣 內裝還可以 跟你之前的購服比起來差很多 對 之前那一 那個年代 2006年的車 應該比較陽春一點 那時候的福斯 最被人家詬病 就是它非常的務實 陽春 樸實 每個時代有不一樣的設計感 那現在整個福斯的車子 它也整個都提升了 所以應該內裝已經沒有人會嘴了 空間你覺得 空間 因為其實這部車都是我自己用的層 9層比較多 所以我個人是很OK 你覺得OK 那這車子就是優點大概也就那樣了 熱血然後小巧又容易鑽 動力非常好 這是它的優點 有沒有什麼缺點可以分享 缺點 缺點可能油耗會很多人覺得 你油耗大概一公升可以跑多少公里 你平均來看大概13、14 13、14你居然覺得不好 我那一台怎麼辦 不過你都開高速公路比較多對不對 高速13、14可能對很多這種 小車比較差一點 因為假設是一般的購服 可能如果按照你的方式開 可能可以開到19、20去 那很省油 這一台大概13、14 你覺得稍微的有一點點差 但是踩下去 馬力的問題 踩下去就忘記了 對不對 動力好 油耗不好 這是基本的一個邏輯 那還有其他的嗎 你個人的感受上 我覺得他稍微 以女孩子來講 他稍微真的蠻硬朗的 底盤還蠻Q的 這個是Q 要加Q 這個你講的這麼含蓄 是怎麼樣 就是回到腳踩會痛 對吧 就是女生就覺得說比較硬一點 對 其實算偏硬 他太熱血了 所以其實要我們 如果說正常的行駛的路況 或狀況來看的話 其實如果你只是想要有 浮屍的開起來的抄架感 他每一台開起來 基本上都是這樣 只是說他這一個車子 屬於性能版 他的不管是彈簧 或者是阻尼的設定 拱圈阻尼的設定 他是確實是比較熱血硬派一點 所以要我我來選 我可能選一般版的就好 比較不會有說是 凳的摳拉屁股好像這些 他不是只有底盤硬而已 他連這個都做得比較好 對他連座椅都比較硬 因為他是雞皮的 所以你會覺得說不太會滑 把你固定整個把你包住 這包覆性非常好 所以比較硬 有些人覺得是優點 有些人覺得什麼 可以軟一點 所以大概是這樣 還有嗎 缺點 因為也才七個月 七個月就開了兩萬五 好 那我來問一下 保養應該蠻貴的 最多人詬病 保養當然剛講過他畢竟是進口車 確實不能跟國產車來講 價格還是有點落差 大概有做過小保養 我目前是一萬五的時候 有進場第一次保養 那時候花了九千塊 花了九千塊 對 換油 小保養九千塊 你覺得怎麼樣 一萬五換我是覺得 還可以接受 還可以接受 車主覺得可以接受就好了 那就是一萬五九千塊 大家可以自己去斟酌一下 如果換算成五千保養一次 大概也是三千多塊 有一些日系車 三四千 對啊 那你如果說五千保養一次的車子 已經保養三次了 那也差不多花這個錢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衡量一下 那車主覺得還OK就好 那妥善率 有沒有這段時間 有沒有給你出過任何的毛 完全沒有 回去出保或幹嘛 沒有 都沒有 那就好 那缺點 優缺點差不多就這樣 剛剛聽了這個小林分享 這車子的一個買車過程 還有優缺點分享 我們最終還是要來一個 真心化保險 在今年的最後一天 來分享你的這個真心化保險 假設再回到七個月前 一樣的預算 一樣的考量 一樣是原本是Golf Plus的車主 你依舊會換到新一代的Golf GTI嗎 你說八代嗎 這一代 你依舊會選擇這一台嗎 會啊 依舊會選 那你會推薦大家買這一台車嗎 大家 我知道要看 還是要看自己用車的環境 環境跟條件 如果說你的路真的很爛 如果你只是市區的話 應該市區不會選這一台 太硬了是不是 蠻適合跑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很爽 真的爽喔 還蠻好看的 那你剛剛講到八代 八代要上市 聽說八代要上市 八代有多什麼東西嗎 你有研究嗎 現在官方上面看到的消息 是不是會搭配48V 喔48V的輕油電 那應該會更省油了 但GTI我還不知道 GTI應該沒那麼快進來 會再慢一點 如果多了48V輕油電 它在起步的時候 會多做一個輔助 所以聽起來好像 購福越來越有競爭力 好像還不錯 那如果說就是之後換車 你會推薦大家 就是如果說我是 我是你的朋友 然後我想要買一台小車 你會推薦我去看這個 GOLF八代對不對 會 我覺得我會 你真的是打從骨子裡面 就是愛GOLF欸 真的 因為我覺得它這車的大小 很適合 而且如果你再開一些 它安全性也夠啊 安全性也非常好 對 配備現在也都給的很不錯 滿足的啊 iQ Drive 很好用 你覺得 高速公路上非常好用 OK 好啊 那我們今天非常開心 這個小林從新竹來跟我們分享 它的這一台 GOLF的一個 而且是GTI的購物 一個買車過產 優缺點分享 我們期待下次你在3萬公里的時候 去做第二次的保養 來跟我們分享 保養費是多少 好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過年快到了 大家要知道 要拿吸塵器 掃地 我的手都快 斷掉了 我理想中的吸塵器呢 其實是要 然後 吸力又強 然後又可以無限的 但是價格都不同 像這一台 這一次 我真的覺得 哇 超值得 入手的一台 吸塵器 德國藍寶的 這一台吸塵器 最大的一個賣點就是 超級輕 大概 兩隻指頭 手指頭都可以拿起來 然後最重要的是 它德國的品牌 藍寶嘛 大家買車都想要買德國車 那吸塵器 當然也可以選擇 德國的品牌 這一台呢 有15kPa的一個吸力 而且非常的輕巧好用 還有兩段式的 我們實際使用看看 這裡附上一堆灰塵粉塵 那我們直接打開這一支 吸塵器來試看看 我們先打開第一段 這裡有一些髒東西 有沒有 打過去看看 哇 很強耶 那如果說 是比較大的一個粉塵怎麼辦 打開二段 噢 聲音變強喔 然後角落它還可以這樣 90度旋轉 所以喔 超方便對不對 而且會 拔起來了以後 這個就可以 可以直接放在旁邊 直接拿起來 弄上去 細胸喔 像這種地方 如果說 需要一些 還可以把刷子打開 這個是二合一的喔 打開以後 就可以進行一些刷 哇 再接一下第三個刷口 我覺得這是現在我們最需要的 麻煩這種地方常會有塵蠻 那我們用這個可以怎麼用呢 來 直接打開 因為它是有刷毛啊 直接 欸欸欸 這樣刷的時候呢 可以把上面的粉塵跟塵蠻拍上來 可以吸得很乾淨喔 哇 所以喔 非常好用 但是家裡都有這個沙發對不對 那沙發的部分怎麼辦呢 我們這個直接把它打開 它就變成吸沙發的吸塵器 這個沙發很容易產生塵蠻 有這個刷子 可以直接貼著 它可以吸得非常乾淨 哇 所以最後大家覺得最痛苦的地方 就是要整理這個 你有時候有些人會過敏 這樣子粉塵喔 你會一直打噴嚏 拿不停 我們這個方便的地方就在於 它One Touch 完全不用 退灰 摧毀之力 咔咔咔 而且沒有什麼 沒有耗材 非常好用我們的德國藍寶 所以不管是要吸車子啊 吸家裡啊 做家事啊 其實都非常的簡單喔 我們這個德國藍寶這一次廠商呢 有特別給三個一點這個折扣 如果說你家裡需要一隻可以帶著走 可以吸車子 或者是小朋友可以幫你做家事的這種吸塵器呢 大全配一整套齁 連這個刷毛 吸沙發的 吸地毯的 然後吸地的齁 這一整套還包含這個桿子 整個2880 2880 有需要的朋友 那歡迎在 這邊 下面有連結 直接點選連結 就有優惠獎 希望如果有買的朋友呢 可以來分享你們的使用心得喔 哇靠 你都看完了還不趕快訂閱 趕快訂閱吧 哈哈